歡迎繼續回到Street Voice未來進行室的現場 今天請了兩位 這兩位呢 他們並不是一個組合 未來是不是不知道 但目前為止不是 他們兩個今天應該是第一次見面 有在站上稍微聽過對方的歌 讓我們歡迎郭子恆 楊日千 看起來有一種 真性情不敢放出來的感覺 對於我居然把兩位抽在一起 你們有一種莫名其妙跟惶恐嗎 蠻惶恐的 想說發生什麼事 你是說我們倆同時被邀約這件事嗎 不會啊 真的嗎 但你們本來就知道對方的歌嗎 我知道因為我本來 我就被他後來居上 印象深刻 想說名次被超越 心裡有點懷恨的感覺 沒有沒有就想說很厲害 想說今天終於見到本人 好啊就是你 沒有沒有沒有挑釁 是崇拜的 那郭子恆呢 嗯 有就去看一下他的粉絲專頁 然後聽了他的歌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人家歌那麼多 嗯有有 他感覺是已經一整張專輯 然後就是很 差不多已經 比較完整 差不多已經成型了對不對 我都是 對啊是不是 那你的歌呢 我的歌就是慢慢開始錄 繼續放上去這樣 好今天把兩位請來 當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我覺得是因為接生每天 大概大概五六十首 甚至更多的歌新歌在上傳 但是每過一兩個禮拜 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新的人 或新的團體出現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占據排行榜 所以每次看著排行榜的波動 或者是那種江山帶有才人出 覺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起決定在節目做一個系列 開始把這些一個一個冒出頭的人 邀請來節目中稍微介紹一下 好那郭子恆 其實你的第一首Head Song 應該是今年年初 阿對 Head Song 那我歌現在有一萬多次 還兩萬多次 我沒有看 那時候還有拍MV 對啊 好那個喔 先介紹一下 你怎麼開始做音樂了 怎麼開始做 欸我先問一個 應該對你們來說都不尷尬的問題 好 就幾歲現在到底 22 楊仁先生22 27 1990 所以都還很小嘛對不對 其實 算小吧 偏老 你居然敢在我面前說偏老 我覺得你活得不耐煩了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寫歌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 好像是人生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高中開始加入熱音社團的時候 然後就是開始寫歌 最開始寫比較完整 算是那時候高中的畢業歌 然後開始去嘗試 你也是畢業歌那個系列的喔 畢業歌那個系列對 真的嗎 畢業歌那個系列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就是風箏那系列連續做了三年還四年 然後每年的產出一大堆畢業歌會攻佔整個Street Voice 我那是更早之前 更早之前的 對 可是如果從剛剛你講熱音社到我們聽到你那兩首head song 其實風格很不一樣 對我覺得我現在寫的比較算是我自己的風格 真的嗎 對 所以當年加入熱音社是硬著頭皮進去 也不是不是 是 想說反正去學一點東西 就是喜歡那時候喜歡彈吉他 以前是吉他手 我是後來大學畢業之後才慢慢開始自己唱 真的 之前都沒有在唱 然後後來發現唱得比彈得好 也沒有 那楊仁謙呢 我也是參加熱音社 對啊 你看熱音社 所以所有的家長們 所有的唱片公司們 所有的行業大佬們 就是大學或高中熱音社都很重要 對啊 結果你遠遠想不到裡面藏了多少寶 沒錯 然後我那時候是 因為那時候快要倒社了 為什麼 我剛才叫大家要注意 然後你說快要倒社 快倒社了 然後我就找我去接社長 然後接了社長之後 我一個學長就說 你不能是社長 竟然沒有團 他就說那我們來玩好了 所以社長不能只是一個行政職 他一定要有音樂作品 對對對 才撐得起熱音社社長那個頭銜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學長就開始玩 他根本就是趁機想要騙你組團吧 我也覺得我應該是被騙 他就覺得你唱得不錯 對對對 他想說他要給你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 好把你騙進來 可是我就很感謝他 他說我博樂 所以他開啟了你開始認真想要面對音樂這件事情 對因為我是跟他組團然後才開始寫歌 喔真的 可是之前就會彈吉他了 就彈得不太好 對 對 可是那時候好 這件事一定要問 因為兩個都有熱音社的背景 對 你們的那個時候的熱音社都在聽什麼 都在練什麼 我們是 對 國長在 我們都是練那種80 Hard Rock那種樹精死精 你才27歲80跟你對你來說跟上個世紀的事情嗎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是在比那些技術啊 比方說哪些歌 比方說可能那種什麼 或什麼 或什麼Dragon Force啊 或是 然後要速彈 對對對 那時候就是大家聯合展演的時候 就大家就是每個人都要速彈幾首 你現在就是男生的世界 對我剛剛就 男生就很無聊 一直要比什麼都要比 其他也要比誰快 對 對好那 而且你們的熱音社都在練什麼 其實我 我組團之後我們 我就立刻寫了一首歌 哇 所以我們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cover別人的歌 哇真的 直接跳過cover這個段落 可是我們那個團也就出兩首歌 然後就沒了 可是一組團 立刻就可以交出歌 其實算是蠻驕傲的吧 就不知道很幸運 剛好就產出來這樣 對 然後而且我們團就是 大家聽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不會有 就是 我們都很喜歡同一首歌 我們就來練 所以那個團 在那個年代裡頭 是沒有音樂上的共識的 就大家各聽歌的 沒有說我們一起都很喜歡什麼 對因為像吉他手是聽後搖啊 鼓手是聽爵士樂 然後貝斯手是聽 就是funk那一種 這樣扯在一起居然沒有 互扯頭髮真是很神奇吧 因為我們練團都在打電動 是真的 就是我們都打2K13 然後所以我們就叫空中接力 因為是那個有一招叫 完了我發現我有代購2K13是什麼 就一個籃球NBA 其實我也沒 都在旁邊發呆 男生的遊戲 好我現在發現巨大的代購 可是那個時候 但你自己聽什麼的本來 其實我聽很廣欸 我其實我覺得 我想一下我那時候聽什麼 像我就是會聽一些 比較流行的東西 比方說 我超喜歡傑西麥卡尼 真的假的 蠻久之前的 可是他第二張專輯超好聽的 真的 真的 他第二張那個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超好聽 我覺得大家如果 如果你今天沒有提起 我覺得大家應該大部分人都忘記這個人了對不對 他有一首最紅的歌我都忘了 叫什麼來著 Beautiful Soul 可是那一首不是我喜歡的他的風格 他第二張專輯 你真的是true fan欸 我每一張專輯都有買啊 然後我就很認真聽 對 可是從那個時候走到現在 比方說我們認識你們是因為最近這一批的歌 是 那這批的歌都什麼時候產出的 兩首郭子宏的 你今年上半年的第一首head song 那個歌是 那個時候寫的嗎 他其實已經寫好一陣子了 去年都是 就現在有在排行榜上的那兩首 不是一首 就這兩首都是去年寫的 而且那首歌 第一首歌是 你當時被困在北京 欸 是說那個 如果世界上沒有了孤獨 對 喔對那時候是去年 10月11月寫的 為什麼會被困在北京 你去北京幹嘛 當間諜 就那時候參加一個很無聊的實境節目 所以講出來大家都知道的實境節目嗎 不知道不知道 就沒有什麼名字 喔真的啊 然後被困在裡面 就他簽約說你得這個賽場時間 你都得在北京 對 進去之後發現沒有很喜歡那邊 然後自己的時間就很少 然後比如說可能 可是比賽錄影的時間很長就對了 對 你就得一直陪在那邊等著 對對對 然後那就是寫了一首歌 對就可能比如說9點要開始錄影 然後幹嘛 然後就沒有自己的時間 可以弄我想要做的事 比如說寫歌弄音樂 然後就是比如說可能早上7點到9點 就只有那段時間 我是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喔 所以就那時候就那時候 所以大部分人在現場都在幹嘛 等待 大部分在現場 就是拍一些他們要的東西 很無聊 就完全跟音樂無關 我原本以為有一些音樂相關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幾乎沒有 因為它怎麼樣就是一個綜藝節目而已 對 是 那有人以前呢 從那時候熱音社後來呢 呃 其實排行榜上的也都是這一兩年才寫的 是 比較新的歌 是 對 所以都算是這幾年才寫的 所以這一兩年 現在開始是 開始要面對自己有一個音樂生涯這件事情嗎 開始認真想要 因為那一系列的歌的產出 感覺是有計劃性的在規劃一些什麼事情了 呃 其實那個時候是有一個音樂補助案 然後我就是我那個博樂吉他手 就很積極的希望我去投那個補助案 等一下那個吉他手是個某團的吉他手對不對 就是沒有 就我的吉他手 然後我們就那個團就這樣 OKOK 對 然後然後他就說你去弄你去弄 然後我就 我就真的把一些歌就錄一錄好 然後後來那補助案也 因為我要去墨西哥 也有點錯開 可是我想說那我就還是放上去好了 然後就變這樣 然後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局面 對 就來這邊了 還蠻有趣的 好一個22歲一個27歲 在音樂在年紀上有點落差 在音樂的養分上不知道有沒有有落差 你們兩個有共同喜歡的歌嗎 比如說他剛剛講的傑西麥卡尼 傑西麥卡尼應該不是你的菜對不對 也是有喜歡 可是我現在網太久沒聽了 你們算勉強算同一個generation 你們那個是在流行什麼歌啊 除了傑西麥卡尼還有什麼 你們可以互丟幾個名字 我很喜歡蔡劍牙 我也很喜歡蔡劍牙 我真的超喜歡蔡劍牙 有蔡劍牙的某一首歌是你們兩個都會唱的嗎 我每一首都會唱 你們每一首都會唱 我跟你講我現在 我這三天聽了一首蔡劍牙的歌 剪奏下 我沒有練 我沒有練 老師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歌 優先全是哪一張專輯的歌 為什麼是這首 雙七動物 雙七動物我會 為什麼是這首 就是那時候在聽 薩西麥卡隨機播放 然後剛好播放這首 好像之前沒有特別聽他 沒有注意到 然後突然超愛 然後這三天狂聽 一天至少聽二三十遍 聽二三十遍你應該隨手就可以抓出來了吧 可是就是 可選是可以 按我彈你唱的 可是我不會唱 找一首你們都會唱 挑戰失敗 來 找一首你們都會唱 好如果我們現在選單就是蔡劍牙 找一首你們都會唱的歌 你選 我覺得會彈第一 誰誰誰 誰 誰讓我感覺他最了解 那個 可以可以 可是我們的key是不是要抓 我們的key是不是就變成要抓一下 沒有這個時候就考驗兩個人的音樂能力了對不對 完全是一個音樂教授來著 彈琴他比較難 我覺得你比較為難 不會不會不會 可以嗎 可以試看看 那我們就立刻來吧 要有歌詞 你們可以即興創作歌詞 或者我們手機就是立刻打開來看歌詞 立刻 好 如果要立刻的話 我們先讓他們準備一下歌詞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回到Street Voice 未來進行室的現場 現在 楊仁謙跟 胡子偶應該都準備好了 好了好了 我們其實完全就 硬逼他們上架 好可怕 好 接下來他們演唱 蔡劍牙的歌曲 這是他們今天第一次碰面 剛剛在30秒前才練了這首歌 GO 現在的我 還是對愛充滿疑惑 沒對或錯 還不想給什麼承諾 保持沉默 獨自走過 喔 空虛和寂寞 他們圍繞著我 假裝灑脫 其實很懦弱 有太多的藉口 終究沒有結果 誰讓我感覺他最了解我 眼神叫錯話都不用說 就抱緊我 讓我感受 他多愛我 誰讓我感覺他需要再多 過去心痛從此被淹沒 就抱緊我 讓我感受 讓我感受他多愛我 讓我相信他是愛我的 自己 還有音效耶 好讚喔 自己覺得如何 覺得練30秒這樣可以啦 如果是練30分鐘就不行 所以郭子仁自己覺得咧 我唱錯一些彈錯一些囉 練30秒OK啦 30秒這樣OK了吧 對 我覺得可以 而且這樣搭起來其實蠻好聽的耶 對啊 不然我們組一個團好了 立刻組一個團 可是說到組團其實郭子仁自己有個團 來介紹一下你的團 其實今年才成立 為什麼 就是個人生涯並不能滿足你 對音樂的所有欲望 不是 就是我 就是北京回來發現以後就是 北京回來發現我還是很喜歡玩樂團 這件事情 OK 我喜歡就是團隊 大家一起拼樂的感覺 覺得旁邊一定要有人 不然很寂寞這樣 也不是這樣說 就喜歡大家一起拼的感覺 喔真的嗎 所以團員 想要有團就立刻有團員了嗎 沒有這麼容易吧 找了一下 然後換了一些人 然後現在才比較確定 就開始做歌 好 這個團名叫做什麼 叫做Easter Wave 為什麼叫Easter Wave 東坡 欸對 東坡 其實沒有想中文 就是那時候就是想要說 因為你那時候中文很好笑 蘇東坡 東坡 就那時候想要 用一個什麼wave 什麼什麼wave 然後就想說是從東方來的 那時候Easter Wave 就這樣子 沒有好像沒什麼特別為什麼 只有這個 而且他們的第一首單曲叫Wonder Girl 我有聽那一首喔 真的嗎 有要不要去聽啊 好 那 你的歌 一系列 比方說那個時候 因為要抱不住嘛 所以整理了一系列作品 可是你的歌的創作的題目 其實都蠻奇妙的 對啊我都不寫情愛系列 對比方說沙漠裡的白羊像 這種就很少出現在一般人的歌詞裡頭 特別 對來說明一下 是因為 因為還特別特別有人覺得 因為你談到了膚色的題目 特別留言給你 是是是 我看到那個 可是其實 欸 這首歌我覺得講的不只是膚色 只是膚色是一個 大家很好理解的例子 但其實 就是我常常感覺說 身邊的人跟我想的好像不一樣 就我可能個性比較大啦啦 對一些台灣人來說 可能覺得說 喔你這樣子 很沒有禮貌 之類的啦 你做了什麼事情 讓人家覺得大啦啦沒有禮貌 就比方說 可能我有很多男生朋友 然後我媽 我媽其實她是覺得OK 可是她就會說 你這樣子可能別人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樣 你懂 就是跟一群男生過重神秘 也不只是男生可能 或者是就是 我太愛出去玩啦 像我之前去沙發衝浪 我找那個 我的host是男生 就會有人覺得 你怎麼去亂住一個 不認識的人家裡 之類的這種 然後這種事情 我其實講給 可能台灣人住 因為外國人他們好像覺得都OK 台灣人就會覺得說 蛤 女孩子這樣不好吧 你這樣子不會被人家怎麼樣嗎 怎麼樣嗎 對對對 所以然後那時候就 所以說男生也會被人家怎麼樣啊 如果真要怎麼樣的話 是啊 而且我覺得說 真的有怎麼樣 也不一定是被怎麼樣啊 很好 那個可能播出 有些人聽不能聽 唱說 就女生也可以才覺得是主動的啊 對 我意思就是 可是這種話你更不能講給台灣人 一講大家就 你到底想幹嘛 是誰教壞你的 就是之類的 然後可是 可是那時候我的國外朋友都覺得說 這樣很好啊 我覺得你這樣很讚啊 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 原來我是 我現在才遇到 真正懂我的人 就是真正頻率對的人 對 所以我就寫了那首歌 可是那個時候 是有個專輯的想法了嗎 專輯 因為那個歌看起來已經很完整啦 那些一系列的歌看起來 剛寫好的時候其實是短短小小的小品 然後這次為了補助案 然後還有之前參加比賽 我們就把它編完整一點 但一開始它是短短的 OK 所以但是接下來應該 比方說好 郭子龍剛之前去過北京 換了北京回來 然後你接下來要去墨西哥 去墨西哥要幹嘛 就是去念書去交換學生 為什麼是墨西哥啊 因為我有學西班牙文 然後我有認識很多墨西哥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我的白羊 我是去尋找我的綠洲的 我要離開這片沙漠 等一下 但這個路徑我還沒有很搞懂 學西班牙文 但認識很多墨西哥人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去國外 就是我之前還有在國外交換的經驗 然後又認識 那不知道為什麼墨西哥人 就是無所不在 沒有你的頻率剛好跟他們對上了 對 然後他們也真的無所不在 就是一群人50個人 可能20個都是 然後就認識很多 然後都跟我非常好 然後我就很想 我對那邊充滿了好奇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 墨西哥聽起來很違憲 會嗎 對 而且大家都覺得很熱 可是其實沒有 台北才熱吧 台北超熱的 台北真的好熱 所以去交換學生要交換多久 半年而已 我1月初就回來了 但你有特定的學習題目嗎 呃 就是我選的科系是哲學與文學 所以用西班牙文念哲學與文學 對 你不覺得感覺難度加一千倍 超難 用中文我們都學不好 對啊 哲學 就順其自然 那為我們來一首西班牙文的歌 好難喔 其實 我覺得我很喜歡那個 就是中南美或西班牙他們那種佛朗民歌感覺的 OK 然後我也很喜歡聽 拉丁美洲那種 有一種音樂風格叫 Requeton 嗯 就是那種 那種 那種我也很喜歡 對 所以等你從墨西哥回來應該風格會 所以 更多遠一點 對我可能就會變成不一樣 哈哈 不知道 那郭子龍接下來計劃是什麼 接下來計劃我們也是 嗯 就是我們也是 是雙線並進嗎 就是個人生涯跟你的East Wave同時進行 主要還是會在East Wave上面 真的啊 然後我個人我就是花我自己的其他時間 我就繼續錄歌然後丟這樣子 OK 對啊 欸我現在如果各點你們一首歌 你們可以各自唱什麼歌嗎 自己的歌 自己的歌 欸但他的 他的歌你也不可能幫他伴奏啊 對 對 我可以自己彈 可是我就會彈的超爛 哈哈 你的情願意去 可以啊當然可以啊 然後會超乾的 哈哈 那還彈錯 呃 對 那誰要先唱誰要先唱 郭子龍先唱好了 是 喔好好好 讓你唱一首自己的歌 唱一首自己的歌 你會唱哪一首 欸你的兩首 你的兩首點已經加起來快要兩萬了 嚇死人了 對 那我唱沒放在上面的 好啊 好 那為什麼還不放上來 還沒錄好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歌對不對 其實我其實寫很多歌 我都是 因為我很喜歡寫歌 然後我就是寫一寫 然後就是 要錄的時候就 然後有點懶 然後又很想寫歌 就一直會很想要寫歌 因為錄音 怎麼樣都還是有一點點 麻煩對不對 對 而且我吉他自己錄什麼 然後 Vocal 然後Vocal完還要tune啊什麼什麼 很高剛 哈哈哈哈 就寫歌比較有興趣 好來 你要跟我們哪一首歌 好一首比較悲傷一點的 好的 就唱一段主歌一段副歌這樣 OK好 那這首歌叫做 收藏家 好來 好 可以我們這樣 Dead air 哈哈哈哈 好 好 風黃花開幾春的季節 思念青春就再次翻頁 紀念青春的季節 在字里行间 他发布的照片 身边又多了谁 日复一夜 渐渐不同时间 他是个收藏家 收藏你人生中的每一幅画 收藏你每段爱情的成长 收藏你独有窒息的荣耀 他是个收藏家 也收藏着对你那无私的爱呀 收藏着对你的牵挂 无论风吹雨打 收藏家 好强哦 杨仁千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压力好大 我觉得很有趣 现在大家的歌都收在手机里头 就是所有的做一些相关的资讯 自己的小创作 或者是片段啊 或者是灵感啊 都在手机里头对不对 我是有用一个软体 然后他就是手机电脑同步 所以我编辑还是会用电脑 但是手机就可以看 但是就是 你们的手机里头都藏着很多小秘密 跟小作品这样 对 对 一旦掉了就很危险这样 对 哈哈哈哈 一直背负在电脑 哈哈哈哈 对 好来 欢迎杨仁千 完了 好压力好大 不要压力大 可以 好 谢谢 那我也来唱一首没有放上去的 你们很烦耶 这样就不用比较 哈哈哈 然后这一首就是我这一首写的很短很短 嗯 这样我就不用胆很多 哈哈哈 然后他是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诗人叫任明信 嗯 然后他有一句话我超级喜欢 他说当你的海就不去在意你没有暗 当你的海就不去在意 就不在意你没有暗 哦 然后我就觉得太美了 所以我就想想了一小段 对 结果这个是爱情的吗 好像哦 这是一种意境 哦这是一种意境 哈哈哈哈 我我我等一下哦 好 我其实有点忘记怎么弹好吧 没有你乱弹我应该 哈哈哈 也可以 跟出一点风景来 我想一下 哈哈哈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还没放上来的原因 因为编曲还不确定 对啊 好就假装是这样好了 哈哈哈 好假装是这样 是的 好 嗯 我确定不是这样耶 哈哈哈 我们没有休息对不对 我一定要现在立刻想出来 你一定要现在立刻想出来 因为我们刚break已经过了 哈哈哈 啊怎么办啊 锅子能救他 救他 我我真的没听过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好 好来 我们现在会激放大家的钱呢 很好 好 你是一座港 又来 海枯是烂 为你起波澜 只求做你的海 用你入怀 不去在意 你并没有暗 就这样超小品 哈哈哈 大概30秒 没有发现要结束了 这件事情 还想继续听下去 就感觉可以一起repeat的唱 对 对 刚突然想起来那一瞬间有觉得得救了吗 有 天啊 因为我很常就是因为我吉他就是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我很常忘记怎么弹自己的歌 然后在更早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弹的是什么和弦 所以我都会自己发明自己的记谱方法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我很怪 我忘记自己的和弦 就是不知道自己弹什么和弦 那你和弦怎么按下去的 就按到这个声音 就是按到觉得好听啊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和弦 然后我就会记 所以你需要一个记谱语言 呃 把你按下去的声音给记下来的人 有点类似 后来 后来因为我连我自己记的我也看不懂 我都干脆 我自己录教学影片 我说你一定是忘记怎么弹了 然后我就自己录影教自己 自己教自己 对 但郭子伦的吉他应该弹的还行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们可以互相 切磋一下 就是真的要练一下吉他啦 好然后先接下来马上 就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已经在墨西哥了 是 所以 在当地应该还是会继续写歌 会 好 所以回来的计划是什么 就念完 如果交换学生结束之后回来 其实我本来的计划是要码是工作 要码是去打工度假 可是我觉得现在放粉砖 好像有一点回音 我就有点想放手一搏 试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稍微认真一下 面对这件事情了 对 就觉得好像可以试看看 就是再努力一点 好 那郭子伦的下一首新歌什么时候出现 是说乐团的还是自己 我其实不介意是乐团还是你个人 无论如何就是一首新歌给我交出来就对 有有有 大概下礼拜会一首乐团的新歌会出来 真的吗 主要几乎整个都是我自己做的 主要都是你自己做但是乐团的歌 这是什么心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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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我先丢一个大概七八十%的草稿出来 然后大家再 再讨论再去改啊什么的 真的 嗯 所以你的 你的乐团成员们都知道以你的个人身份的那些歌在镇上成绩非常非常好这件事吗 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知道啦应该知道 可是他们比较没有在关注这一方面 哦真的吗 嗯 诶你们两个歌在镇上这么说欢迎有收到什么留言吗 有啊就是一开始是会有邀约 是 表演 哦演出了邀约 对然后就很无奈的推掉 哦因为你不在 对 他没有人来示爱或告白吗 说哇好好听 有会有一些 对 所以说我是你的脑粉 什么 已经开始有脑粉了 有朋友很多都是我的脑粉 对郭子恒呢 也是有是邀约表演居多 嗯 然后有一些我看起来就看到蛮感动的就是有一些会觉得说 嗯 就是说就是听到你的歌很疗愈 然后什么就在他可能最孤独的时候然后 听到这首歌啊 然后就是很感动很开心就很谢谢你们 你们的歌应该都挺疗愈的吧对对大家来说 嗯 对 应该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期待两位不管接下来在哪里 不管那墨西哥或在台湾或怎么样 都可以持续教出新歌 然后期待更多的新的作品出现 好 好我们谢谢杨仙 谢谢郭子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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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